暑假期间小朋友最期待就是参加各种不同的营队 而地方明代就铭河了太平区中山消防分队 来推动了小小消防体验营活动 吸引了20位小朋友来共享盛举 而活动内种也安排有介绍消防车跟相关用具 带领小朋友体验涉水跟鞋匠等等 让小朋友可以理解到消防员的工作跟辛劳 也提早体验到职业跟正式防火的观念 消防员向小朋友介绍消防车的应用 以及平常会使用到的消防器材 让他们是听得相当新奇 一般只在新闻上看到的就火灼灾器材 没想到现在能够近距离接触 还能够了解运用的相关知识 太平区的中山消防分队 这天举办小小消防体验营 规划一系列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大开眼界 就是要来认识我们的各式消防车 还有消防衣的穿着 然后还有我们的涉水靶的涉水 然后体验到我们旧人的感觉 另外我们又准备了农烟体验杖 农烟体验杖让小朋友感受一下 在农烟里面伸手不见无子的体验 这一次总共吸引到了20位的小朋友热情参与 除了认识消防车之外 也带他们穿上小小的消防员服装 体验帅气的装备 接下来还有队员带着他们体验涉水灭火 小朋友是相当开心 最主要就是要让所有的爸爸妈妈 还有大朋友小朋友都知道防灾 还有就是平常一些防火宣导的重要 我想要让小朋友都要见识一下 这个火灾的情况 因为男生都喜欢就是消防员还有警察 他们都视为这个伪英雄 所以有办这个活动我们就赶快 很快速的就报名带孩子一起来 在安全装备的防护之下 从二楼的高度体验斜降的活动 透过小小消防体验不仅是增加防火的观念 也是认识到消防员的工作辛苦 更增加了对职业的认识 让他们是收获满满 谢谢装饰挺成专 台中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